追上來了 快 快 徐文綺 你怎麼把它給脫掉 徐文綺 徐文綺 你那邊在幹嘛 對啊 他切好 把它撥到旁邊去 他很習慣就切完把它撥掉 他腳都... 他整個姿勢都是垃圾 我們這一段是被料 他怎麼先拿 再看到這個畫面很奇怪 背道是一個師傅對於徐文綺 對 好熱喔 所以這一段如果 如果徐文綺輸了也是理所當然的 對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剛剛居然還沒錄之前 寶郎師傅跟他說 你隨便切就好了啦 對啊 沒有兩票了耶 該不會你切得比寶寶師傅還要快吧 沒可能 不可能 但...也是有可能 我們知道的徐文綺是不可能會放水 對 怎麼會 好 第一棒準備 開始了 開始了是不是 我們... 保足全靜 剛才... 剛才董仔跟張崔崔 姿勢擺了個半天 結果半天沒有 我給他... 還好導播有注意到他們 謝謝導播 謝謝導播 這導播有注意到你們在拜託 謝謝 所以他拍到你們失望的表情 不要撞我 那個彩片上的乾淨也要顧一下 你們兩個這樣 為了搶快 導播師傅以前打籃球的嘛 還會做小動作 好 好像沒有切斷 昨天剛才在立著切 就是他爺爺就有劈過柴的 不是看到什麼 好吧 沒有斷 沒有斷 沒有看到 所以你今天是切蝴蝶刀是不是 對 追上來了 快... 快... 不是 你都把它給脫掉了 不是 人生想你那邊在幹嘛 對啊 他切好把它撥到旁邊去 他很習慣就切完把它撥掉 他腳踏中 他整個姿勢還都是垃圾 我們這一段是被料 他怎麼先拉 我被自己笑死 我們這一段是被料 不是繡刀工 切完丟 我們抱歉 真的切完再換垃圾 好快 可以 吳師傅很厲害的 切完抱好 好 下一關 好 現在 所以你先加油 加油 我幫你清掉 好 第二段 我的蔥 我幫你清掉 我幫你 玩小動作 好多 沒禮貌 這個師傅這樣子 這邊開始炒了 裡面先放了 剝蔥是怎樣 干貝下去 干貝 乾乾貝 妳要幹嘛 雙雙很會切 咻 去 吳師傅來了 來了 吳師傅來了 這個火 這怎麼那麼好刺材 很精采 綠王 陳哥加油 東正如果是你 你最怕哪一站 那個小碗 對 我可能會選 玻璃小碗 備料 你選備料 玻璃小碗 會不會玻璃小碗 今天備料真的滿難的 就是 但我最有信心做好的一個 應該都是備料 來一個玻璃小碗 備料也很重要 說實在 所以 小心 對 但就是我們在我們自己的 噴到手了是不是 就是那種 形狀不好看 我們也沒差 那時候在備料都想太多 進了一段 頭一段跟後段的結構 像那個 陳真那邊 好像很費工的感覺 搖住 搖住油 你看我們師傅就是冷靜乘桌 前面我晚來了 他還是悠悠地在做 腰在痛而已 他好像在乱 有點 看得腰痛 而且前面的第一包 剛剛還智慈性犯規 偷我的蔥 他撞你的 我幫你抬頭臉 他不管 他不好撞走 對 有你 像他打籃球 有需要這樣嗎 所以他會把你搞怒 你不要這樣子 我要把你黃牌 我把你紅牌 那個比賽是比賽 不要叫囂 對 他把你搞怒了 所以你切完了 什麼就把他丟了 真的在叫囂 為什麼我把他叫囂 比較大聲就會贏 超好笑 剛剛那真的很好笑 好少的一個 這麼好 三兩下功夫 加油 這邊是 我已經趕上誠哥了 這個速度比誠哥快 三兩下的功夫 因為誠哥這邊做了一個煸干貝 他紅蘿蔔需要這麼多 我看他那麼多 你是紅蘿蔔炒蛋的嗎 真的 他在這裡紅蘿蔔會把 這不是把你誠哥都搶好了嗎 拿 我覺得有道理 夾得好好喔 武士哥 你真的太棒了 可以了 你有沒有不想上 看誠哥吃太多 誠 我的鍋蓋呢 在這裡 你剛好 沒有 剛感到 沾到我 我先說到這裡 沒有 誠哥 現在真的不切蔥 小米 沒有 謝謝 誠哥在抱怨了 為什麼你不切蔥花 不濃稠 乾貝酥一起去焦它 我滿好奇的耶 你既然 乾貝酥都要把它放進去 你幹嘛要把它濾出來 因為我都... 哈囉 要用那個油去爆炒那些東西 你就不要濾出來 直接炒就好了 哈囉 你要問 好 你知道那種東西 你把石桌丟在海裡面 然後沒有抖一聲 這邊要煮完才能去炸彈酥 對 彈酥不是也要放進來繪嗎 沒有 他就放在上面 他直接放在上面 其實這個比賽會就放在上面 那這其實第二棒滿重要的 第二棒很重要啊 很關鍵耶